大家好 我是Leyo 今天來看維京人對上日本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藍方選擇的是維京人 那維京人的話在遊戲裡面是經濟最好的文明喔 而且他的步兵也是血量最多的 那他有這個免費輪軸技術跟手推測 所以他要盡可能早點上到封建時代甚至城堡時代 可以讓他經濟再更好一點 那維京人的話科技上有點不太足夠 這個火炮也不太夠用 那也沒有拇指環 所以他的工兵雖然有這個狂戰士幫 可以讓自己的工兵到達11攻 但是沒有辦法有拇指環 所以射速還是差強人意 那維京人最後應該還是會打個步兵 配上這個工兵路線 騎兵的話會稍微弱一點 沒有品種跟三級防 那整體而言 維京人的話還是要搭配一些工程器 例如大型衝車重衝 配上一些鐘頭之類的 會比較好殺敵 好 接下來看一下日本人 那日本人的話在阿拉伯來說 一開始的經濟還算不錯 因為他的這個魔防跟伐木場 還有柴幻營地都是半價的 所以他一開始可以省下大概150木左右 那這個木頭呢省下來之後 就可以去多種一點田啊 或是多攀一點這個科技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日本人還有擁有步兵最高的攻擊速度 這33%的攻速加成 讓他的日本武士跟劍兵勇士疾兵 攻速都是非常快的 而且日本人還有擁有拇指環 所以打工兵路線其實也是沒什麼問題 甚至也可以打馬攻 那日本人的話 騎兵路線雖然弱了一點 但至少是沒有三防還有平手的部分 比維技能好上一點點 那整體這場對決 都是應該是步兵對決 攻兵也有可能會打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選擇打法吧 接下來我們先加速一下 那目前看起來日本人地圖是偏爛的 這個金礦處在前方果子在下方 那維技能則是金礦在前方果子在正下方 所以兩邊都是金礦為前朝前的位置 那果子去也差不多 那看起來兩邊都是差不多爛的 而且木區的話 目前看起來是兩邊也是差不多 兩邊木區而已 所以兩邊都大概都是四五十分的開局 連合格都沒有的地圖 所以這個金礦不要去打這個 龜的 因為這個你打龜很容易很多破洞出來 那這樣看起來就只能小微 這裡圍一下 然後這裡圍一下 然後這邊看來可以直接圍到底 跟這個金礦處連到底 然後這邊用TC連防 就差不多了 日本人圍加方式會比較簡單一點 但維技能這邊要圍加就很難圍了 只能圍個摸字型的 差不多這樣子圍 圍過來 好這樣子 有點零形的感覺 那雖然他有一些資源可能會暴露在外面 但也沒辦法 那可能這個金礦要投資一根箭塔 會比較安全一點 不然就是要打強軍事 讓對方的兵一直過不來 那日本這邊也是 這個金礦也是同理 如果是蓋TC也沒什麼問題 但我比較建議 就是封建時代真的守不住的時候 就一定要插箭塔 不要去死人那一把二十五石頭 因為往往你插那根箭塔就可以 讓你活到後期 你有後期就有機會 尤其是日本這邊 日本打後期其實是蠻OK的 那維技能這邊打後期 反而是不利於他的 所以維技能這邊 可以盡可能打一些強軍事 例如什麼雙射箭場 或者是大爆兵 馬舟什麼兵都出 刺猴攻兵步兵都出 沒什麼問題 好維技能這邊先升到了封建時代 立即又有輪軸技術 那這邊可以考慮先下一個一級木 那這裡應該是沒有打算要打這個 裝甲步兵了 OK一級木先點一下 這個木頭趕快先把自己的經濟標起來 那跟日本打出一些經濟差距 是比較實際的想法 那日本這邊確實是這樣子為家沒錯 那下方這邊可能會有點難為 因為日本這邊 維技能這邊早就走了進來 之後這邊稍微卡下村民 應該可以收掉一村 沒問題 哇維技能這邊賺到一村非常好 但是日本這邊的防守也算是做得還不錯 只死掉一村還算是能接受的一個交換 那至少可以把這裡圍起來 攻兵也出來了 那日本這邊果然是打攻兵開局 圍法也是小小圍 那果然這邊要補個防止跟 對好 才剛講完你就補了 OK 這邊趕快敲哈木槍 那這邊公兵趕快拉到這邊來 右邊已經圍死 攻兵這邊直接出門 四隻攻兵 先射對方攻兵射死 但是兩方都還沒有一擊射 所以這邊攻兵要踢得非常近 才有可能打到對方 那看起來日本這邊拿到一點小小的優勢 攻兵數量目前領先 棒棒只能被挨著射 好刺猴直接開武雙砍掉了一隻 攻兵還有一隻刺猴 兩隻攻兵才對 好那攻兵繼續秀 欸設施 搞定日本這邊拿下了 攻兵的數量優勢 那圍巾這邊則是經濟開始在暴農了 但是他沒有先點一技能 那他這邊應該是要急速上城堡斯袋 哇他這邊是怎樣 大爆圍 哇他這樣圍 有點太硬要了 但能圍起來的話 確實能讓他防鎖會比較輕鬆一點 好那這邊圍巾人決定要來靠買賣石頭 果然 他這個支援量賣石頭是比較恰當一點 待會再補點金喔 再把這個石頭買回來蓋TC就可以了 其實也不會傷到哪裡去 雖然有點小虧但還能接受 但這集要能高速上到城堡斯袋才是重點 好日本這邊也可以考慮買百肉 去上到城堡斯袋 但這邊沒有蓋四級喔 所以沒有辦法去做買賣動作 好這邊直接要偷偷射進來了 太壞了這個日本人 居然在上方喔 我不是打正面喔 但應該是有看到了 好這邊可以考慮再蓋一個城門之類的 或是直接讀口都可以 因為他家裡現在沒有什麼太多兵可以防守 但現在用TC防守應該也是綽綽有餘喔 只是這附近的農體喔 是沒辦法正常種的 然後先把這個村民拉掉 然後拉一些毛兵出來 然後剩下戰毛 戰毛趕快點一下 當然這個食物需要多一點 好當然是那城堡斯袋的 維京人 日本人看到有點瑟瑟發抖 趕快先把自己的工兵掉走 但是維京還是順利的點下戰毛兵 那二級射也要找機會補下 但這邊是先點下了防禦升級 然後TC買一擺石頭挖一下 OK這一隻工兵去做偵查送掉 這邊用毛兵的優勢喔 先去把對方逼到家裡 讓對方工兵不要出門 那日本這邊可以考慮分兩隊喔 讓自己的工兵其實不要待在家裡比較好 反正對方的毛兵殺傷力不太足夠 出一隻騎士或是投車奴炮 都可以瞬間解掉 工兵盡量不要在家裡比較好 如果是我的話 這時候就會把工兵往外繞了 這個低調木槍往上走 不要讓他發現我出門了 大家一直以為我的工兵在家裡就好 OK 那維京人這邊看到 對方騎士跑得出來有點害怕 這邊本來是要點二防 應該是要先點二射才對吧 對啊 二級射 先點二防好像要拿裡怪怪的 這邊有這個小洞 鑽一下 中回去中回去 木牆這邊直接被射掉 那維京人這邊可以考慮一下修道院 去招對方騎士 讓自己的毛兵更有輸出的空間 好 維京人現在是3TC開局 並沒有想要直接跟對方打一個大爆打架的路線 反正是打一個開農 好 開農路線的話 對維京人也是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看一下這邊 騎士直接流進去 修道院還沒蓋好 好 這邊工兵也要直接過來 但是這邊TC收的村不夠多 所以傷害其實並沒有很好 哇 這邊硬走進來 維京人可能會大受傷喔 TC繼續射 但是工兵繼續走進來 哇 這裡牧區村民全部只能收村 到後方還有TC第二道防線 但是他可能損失個一兩村 哇 結果一村都沒有死嗎 我的天 但是日本確實也是殺到了八村左右 還算可以的接受 因為日本人現在是47村 好 維京人這邊40村 11村 好 這裡總把這個騎士搞掉了 那這邊奴兵應該可以輕鬆收掉 但這個村民不要再送了 趕快走趕快走 接下來就用毛兵直接站A也可以 這邊奴兵想要直接走掉可能無法了 好 上方有隻騎士過來 勝利第一次時間遭翔 右邊奴兵也在做騷擾 應該可以射掉一片農田 沒有太大問題 哇 這個片瓶還剛蓋好 好 那這邊有點下一級農 這個可以提一下農田的肉量 好 那維京這邊經濟有點小小的受傷 而且右邊TC這邊也沒有蓋好 因為右側的這個工兵過了 把這邊蓋TC的村民也全部塗爛了 剛剛在忙打家裡 好 這邊補下第四個TC 哇 打這麼濃的嗎 那維京這邊要全面防守 然後出僧侶跟戰毛兵來打 這個策略也算是能接受的 並沒有太差的一個選項 好 這邊工兵要小心 因為僧侶會被射死 所以這邊要第一時間去幫助戰毛兵 好 好 那日本人這邊雖然沒有提早開下TC 但確實已經有把維京打到一點小小受傷了 那日本人這邊很直觀的可以直接開弄 會有一點小小的優勢 但這邊要趕快補下輪軸技術 不然這個經濟可能會被維京的輪軸跟手推車 直接拉開距離 好 那維京這邊經濟開始慢慢回好了 右邊這個TC可以找個機會再把它蓋起來 那日本只要專注把這個TC 弄爆的話其實就蠻賺的了 因為畢竟這已經蓋了78%了 再敲個幾下就蓋完了 就算低調資源沒回收多久 所以這個日本人可以考慮喔 直接駐紮這裡 但是對方有毛兵跟森略 其實是有點counter現在日本的配兵組合 這邊可能選擇趕快撤退 那趕快出個投射啊或者是弩炮 之類的單位來打 或是乾脆直接升級輕騎兵喔 就可以全部解掉這些兵喔 輕騎兵打生旅跟戰毛兵其實都還不錯 好 這邊再稍微加速一下 這邊可能會被招到喔 因為沒有跑速 哇 果然被招到兩隻 第三隻沒有招到有點可惜但也能接受 這邊毛兵直接被 追著這個工兵跑 這個騎士要先射掉 不然會一直打 我想為什麼他不射 OK 射掉 好 回家趕快繼續農 後面農田趕快撒 OK 有在撒 好 日本這邊經濟慢慢回穩 但是由於圍巾還有手推測的關係喔 所以經濟馬上追著上來 並沒有虧太多的感覺 好 這邊直接看到TC防禦防守 左邊 這邊要開TC喔 這邊感覺可以開一個 好 這邊有挖石頭 五個人挖石 好 非常的標準 這邊可以考慮直接一直補 出來的村民就去補石頭 好 待會把這個城堡 查在正面這個地方 甚至這個位置會比較好 畢竟是通往對方的門面 而且還可以守到一個 他的這個 這個算是野金了吧 這個不知道誰的金礦 他應該是圍巾人的吧 圍巾人的附金的樣子 4塊 OK 那這個自己的附金趕快守起來 偏正面的 好 那日本的附金 看起來是 比較 安全一點 在後方的 好 這邊毛兵稍微互打一下 剩了一防 繼續出歧視嗎 日本繼續出歧視有點微妙 好 這邊趕快打 先把毛兵收越多越好 反正我損失的只是肉跟木 你損失的卻是黃金喔 灰的人會是你喔 這邊第一時間想要射掉森綠 哇 這邊工兵一直往前的目的就是這樣子嗎 但我覺得日本這樣子有點患 有點小虧喔 好 那工兵跟騎士直接前壓了過來 好 那自己的戰寶兵全部送光 這邊決定要來打頭車 稍微繼續用二倍速度看一下 好 我已經在前方蓋了座城堡 哇 這個位置非常前線喔 當然兩邊都想要蓋城堡 哇 這邊有點微妙 你蓋我家我蓋你家 兩邊互相傷害啊 但應該可以第一時間 看到對方的村民來到他家蓋啊 而且這邊老頭也沒有遭到歧視喔 所以圍巾現在非常偏危險 日本軍事是大於圍巾人的喔 好 這邊兩邊直接對保 好 這根城堡可能會有點難蓋 這個歧視一定會硬砍了 這個蓋不太起來吧 這應該要守村了 好 現在有點麻煩喔 因為只靠生理的關係 現在沒有中裝長槍兵喔 而且圍巾人這邊已經可以上到帝王時代 如果這時候出兵反擊的話 可能會時代落後 但如果現在升級時代的話 也會被打爆 現在是對圍巾人非常難受的一件事情 反而是日本這邊可以 及早速速上到帝王時代 用強奴跟這個軍情投司機可以使用 而且前方這種城堡直接取消又返回 讓自己經濟又稍微差了一點點 我已經這邊打算還是要直上帝王了 再稍微買賣一下 應蓋城堡 左邊再蓋一個TC 結果繞一繞 結果日本還是選擇了撤退 日本這邊轉出了兩個軍運 看起來是要來打這個 劍兵勇士嗎 不打日本武士嗎 日本武士蠻帥的 好 那維巾人這邊也點一下帝王時代 但黃金箱有點被控 這裡挖金晃的村民只被這個城堡射 所以這樣可以到這邊下面的野金偷畫 但這邊好像沒有看到這個視野 左邊這邊金晃也可以趕快挖一下 那這邊這個附金喔 果然是被日本挖走了 這邊日本其實相當的優勢 那維巾這邊要反打回去 需要想點辦法 現在缺金 也缺一些資源 這邊用一些毛兵去探查一下對方的 這個兵種組成 繼續打這個騎士 配上奴兵喔 黃金組合 好 日本也在前線蓋一下兩棟城堡 待會地用史代1號 巨頭司機就要大量生產 那上電龍時代的時候 一定都是先按這個巨頭司機喔 不太會去按這個增兵技術 先把這個巨頭的產量產起來 然後先防守住這個城堡 盡可能趕快再把基金農起來 左邊還有一些石頭可以挖 那看一下外面的野金還有在哪裡喔 在上方的位置喔 有點偏遠 對於圍巨來說現在是非常難受的 這邊是他最後的救命金喔 好 騎士再繼續往下看了一下 喔 很多人在挖金礦啦 結果 圍巨後方完全沒有防守 這邊TC也沒有為好的關係喔 他還是可以任意的跑進來騷擾 有點麻煩 好 圍巨這邊升到地用史代 頂下1級絕食 3級射彈道學 走一個強奴路線 配上這個 圍巨狂戰士幫也不錯 畢竟日本也沒有三訪喔 這個騎士如果被 強奴射到會非常的痛 好 地用史代1號 好 日本人開始再出巨型頭司機 當然沒有優先把城堡拆掉 反正是雙拆 先拆一下巨型頭司機 加上對方的城堡 慢慢拆 好 開始要來都更大隊了 哇 圍巨這邊要繼續後撤 化學二防 繼續等 繼續把自己經濟歸起來 出完強奴 應該是有機會可以反打回去的 好 日本的木頭有點爆開了 好 這邊他再出日本武士 好 其實這個時候就可以考慮去點這個真兵技術 當然這邊可能要優先賣一點木頭 去剩下 步兵的防禦喔 跟攻擊力會比較好 但他好像沒有意識到 維京在轉強奴的樣子喔 因為我們現在 我現在是上帝視角 所以日本這邊還在出日本武士 他可能覺得維京會出狂戰士幫 但他要出可能也沒辦法 這城堡都要被拆掉了 出起來是有點偏困難 好 日本武士非常強奴 這個組合非常難纏 出戰毛病的話會被日本武士砍爆 但是可以打爆這些強奴 那如果現在這邊要打贏的話 確實出強奴就OK了 趕快把這個強奴升一升 然後跟對方的弓兵互設 但是對方如果也是打弓兵路線的話 他有這個拇指環的優勢喔 所以維京現在打法會比較微妙一點 可能還是要配一下混搭策略會比較OK一點 配一點戰毛病或強奴 會更好一點 他這邊 村民直接 被看到 可能要被塗了一些 但上方維京人直接拉了一堆戰毛病 在後方燒了 哇 這個組成有點廢啊 一隻弓兵加上大量戰毛 兩隻弓兵才對 那這個騎士過來解一下 應該是可以輕鬆搞定的 騎士要往回拉嗎 騎士剩四隻沒有繼續出 決定要拉日本武士回家 那日本武士跟 劍兵勇士有個差別喔 就是軟甲技術只能給到 劍兵勇士喔 日本武士吃不到軟甲技術的 跟維京狂戰士是一樣的道理 那現在維京呢 大家有沒有想要出 我已經狂戰士了 反正都是出這個 雙手劍兵劍兵勇士 大家還是捨棄了 我已經狂戰士了 真的覺得這個軟甲技術 應該也要給到這個 保兵才對的 好 水本武士的出刀聲音 真的很好聽啊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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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直接砍包後方戰毛病 但正方 正面的 前面的拆除動作 稍微有點被驅緩了 好 這個日本可能要稍微 主動一點進攻會比較好 因為他現在是比較有優勢的那一方 好 但是這個槍弧可能要找個機會點上去 木頭有點爆 不知道為什麼 木頭爆爆的 好 3級槍弧直接過來殺了 目前聰明術是由維京這邊拿到優勝 但是 日本這邊村民只有100村 可是感覺好像 日本會有點危險啊 好像是非常強軍事的狀態 村民沒有再出了 而且人口一直沒有買200人口 這個是一個細節 你看維京都已經快到200人口 192 維京這邊還有158 大概30的人口差距 這30人口如果轉換成村民或是軍事都不錯 但是他現在也沒有足夠經濟 他先點這些科技的關係 所以兵不能一直爆 那這個時候如果是我就想要轉一些經濟出來 按一些村民會比較好 好 這邊三台軍銀頭司機直接開拆 下方TC可能會不保 哇 現在維京人變成智利了嗎 這個國土面積非常的強 長的要命 跟我的差不多那種 好 那維京人這邊還是要繼續打強弩 配上劍兵有事嗎 雙手劍兵要稍微繞一下 OK這邊配強弩 哇這個組合非常強大 強弩劍兵有事 那待會日本人這邊可以考慮 直接轉出劍兵有事 直接跟對方對打 自己有攻速加持 那自己 但是對方有血量優勢 所以就很微妙 這個矛盾大對決又要來了 那這邊是決定要打日本武士耶 超浪漫 打日本武士我覺得說很浪漫 好那這三個生物找個機會 趕快透一下會比較好 好日本劍兵直接到前方 後方完全沒有防守 反而是維京的雙手劍兵已經走到你家了 這邊可能要小心一點 這個家裡完全沒有城堡 這裡一進來就直接爆炸了 農田區直接沒了 上方的附近也沒辦法繼續挖 經濟直接往後 只能往左拉 不能 不能繼續踩農田了 哇 日本經濟直接爆開 維京這邊慢慢點下自己的生產 他知道對方要來跟他換假 絕對要 絕對要把這坨兵人往前送 不能再繼續往後慢慢歸了 這邊想要起勢打後方 但後方有一棟城堡 守得還不錯 正面雖然金黃被騷擾 但維京呢 還是有機會可以打殘對方 因為後方已經 大量農田不能再正常運作了 現在是兩邊都是斷資源的狀況 但維京人斷的沒有很差 只有中間這塊區域被斷而已 下方還是穩穩的農出一些兵 還做反擊的動作 這邊三攻補下維京人 怎麼打比較好呢 維京人看到這邊 狂戰士過來 這是狂戰士 日本武士 直接硬扁 攻速超快 瞬間爆甲 日本武士OP 當然維京人這邊三攻也快好了 這邊看來是要直接拆除你家的TC 後方全部爆炸 日本人這邊的肉量直接歸成11 肉量也快要歸零了 這邊日本武士跟劍兵武士互打 還不是劍兵武士 雙手劍兵 雙手劍兵 雙手劍兵三攻還有一段時間 但跟日本武士互打 果然還是有點小小的劣勢 畢竟後面還有奴兵在做一個射擊 但數量上維京人經濟太好 這個劍兵勇士一直爆出來 哇靠 這個直接把日本武士給打了回去 那日本這邊經濟太差的關係 所以沒辦法一直按日本武士 所以數量上開始出現了差距 那後方經濟也一直被騷擾 這邊直接撞到城堡了 也不管 哇打得有點嗨啊 這個劍兵勇士爆 好上好劍兵勇士 升級好 血量霸4滴血 你日本武士只有80滴 我還多你4滴血 攻擊力17攻 你的日本武士只有14攻 還差了三攻啊 三攻還沒有點下 哇看起來日本人 有點尷尬了 這塊金也被控 這邊直接蓋東城堡 把這個野金也在偷啊 後方經濟直接被剷掉 趕快把後方守住啊 日本人才有機會啊 當然我已經直接手撕城堡 連工程器都不用 反正你單位很差 直接打出了 GG 哇 沒想到日本前面那一波 沒有打出任何東西啊 被日本 被這個圍巾直接擋住了 後方這邊也沒辦法拿回來啊 就我家裡沒有城堡 我還是有點空虛喔 有點危險啊 所以有時候這個城堡 也不能一味的往外擦 家裡還是要投資一些喔 防守會比較好 尤其是你再打這個強軍事喔 軍事全部往前派的時候 後方更需要移動城堡 來保護你的大量經濟 來看看這個經濟狀況吧 應該是有維京 拿下了非常多的資源才對 維京基本上是全贏啊 哇 石頭黃金木材全部都贏 而且贏的數量也蠻多喔 快贏了快一萬的資源 維京這邊也是拿到四生物的關係喔 所以資源量一直還都不錯 而且科技喔 該補都補喔 那日本武士這邊投資的我覺得 可能沒那麼好吧 還是打這個 劍兵勇士會比較好一點喔 因為日本武士 他的是吃不到軟甲技術的 所以我覺得後面轉兵 反正是 維京這邊轉劍兵勇士轉的比較漂亮一點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